黑龙大哥 你相信我吧 我真的没有骗你 黑龙大哥 你听我说 闭嘴吧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拿我的性命 比小兰花兄弟不是不会管用的 为何 我和小兰花根本都不熟 也没什么交情 他就是经常来我店里买东西 这个穷鬼还总是赦账 还欠我好几百块零食呢 你说 我真要是没了性命 他倒是不用还债了 这岂不是天